下进入尾声这两天出现北返车潮 而有民众大年初四 开车在家人北返行经花莲秀林乡 发现前方塞车为了避开收架车潮 就跟着导航走超捷径却走错路了 回转时还误踩油门 整台车爆冲 车身一半卡在边坡上 幸好警方到场救援 车上四个人也都没受伤 黑色轿车卡在边坡上动弹不得 拖吊车赶紧协助车辆吊挂脱离现场 刚刚怎么会有一台车 直接卡在中间 差不多一块半身车已经下去了 附近民众听到声响 马上出来查看 只不过车辆好端端的 怎么会滑落边坡 这起意外发生在四号晚上 有民众开车载着家人北返途中 行经花莲秀林乡崇德村时 发现前方塞车为了避开收架车潮 跟着导航超捷径 没想到却走错路 又回转又不小心把油门误当刹车 结果整台车爆冲卡在边坡上 警方货报到场协助指挥 并将车上的四人救出 幸好都没有受伤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得陈敬业华联报导